7月22日,2019年香港书展重点活动之一,当文学遇见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, 邱树红、谢有顺、吴志良、徐子东与周杰如等5名来自香港、澳门和广东的文学专家齐聚一堂。 他们均表示大湾区未来要加强文学等文化领域的交流,加强文化,深层次合作。 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建议,大湾区三地作家应该以现代和未来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风格。 他解释,岭南地区在古代史上没有北方丰富多彩,但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1840年以来的现代文化。 大湾区诞生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等名人和第一家现代化军校、第一个海关等, 从思想和实业的角度影响了中国社会进程。 这些军事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主题的源泉。 比传统我们比不过中国的很多的地方。 但是如果按1840年以来,这个现代文化的这样一个角度, 我觉得大湾区是一个领风骚的,并且呢是带有一种前瞻性质的。 所以我也强调说,在这样一个区域里的作家, 他写作应该把重点转向对现代经验,对现代文化的书写。 并不是说我们否认这个传统,而是这个传统不是我们的优势。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现代经验,现代文化写好,写出来, 那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将会是非常大的。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徐子冬表示,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四大湾区里是最独特的, 三地既有共通性,如存在粤语基础, 也在制度和文化上有细微差异。 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,文化多元, 他相信很多现代主义文学题材可以借此创作出来。 它的主流是现代主义, 它是两岸三地唯一一个地方以现代主义的创作为主要潮流的。 从五十年代开始, 它在现代主义方面比台湾,比内地都发展得都好。 所以它的技巧方面,它的小说技巧方面是一流的。 来自澳门的专家吴志良希望, 澳门文学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文学水平的提升, 贡献一份力量。 他表示,澳门自古就起着东学西传, 西学东建的重要作用。 他希望未来澳门的文学作品能体现朴素和和谐的社会环境, 反映澳门作为中国与普与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形象。 像澳门那么小的地方, 文学的群体很大, 现在大约有两三百个人。 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们就超过二十个。 然后还有一个作品也是每年大概, 基本上每个月都两本著作出来, 一年就二三十本文学著作出来, 这也形成得不错。 所以澳门的文学, 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怎么融入中华文学, 成为中华文学重要的一员。 活动的最后, 广东省中山市政协主席邱树红建议, 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写作协会, 促进三地文学界交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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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